有的时候城市也不要愿意人家来得这么多人 这里面它有两个逻辑关系 第一个逻辑关系就是什么呢 你发展了更多的产业 它就来了更多的人 第二个就是你发展了什么样的产业 或者说你什么样的产业结构 它具有什么样的人口结构 低中产业会吸引低原来的人 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呢 所以我们现在在调整这个产业结构过程中呢 撒起来也会相应的对人口结构 也会有一个什么呢 调整优化 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是需要做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 一些低的就是说很多专家 好像有人在说呢 那么我们就把产业结构调得高 然后呢低端的一些人口也好 它可能会走风流出 那么它好像是 看上去好像是讲的是有点道理的 那当然撒起来仔细去分解分解呢 就是你一个比较现代的城市 产业结构它可能是比较高的 但是撒起来低端的一些佛物也还是有的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不能绝对的 就是说好像就是光红 仅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式去解决那些问题 那我想你现在看啊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北京了 广州了上海 北上管现在产业结构是不断往上调 那么设计上它人口总能还是在增加 那么新来的人口里边呢 我们除了看到一些就是说 比较低端的劳动之外呢 它设计还有很大一步是人才进来也很多 那么这个人才它也是外来 所以我们对不同的人群呢 我们实际分类指导这方法比较符合设计情况 然后呢效果可能也会比较好